你们总说我给你们安了摄像头 所以今天满足你们 我安了真恐摄像头 挖掘那些别人几乎从未提及 但一提及你就会大呼真实的 非常非常不起眼的行为 一支笔有啥魔法吗 我知道 它能够让你产生 做这个动作的冲动 夹不住 哎 夹住了 这个缝隙有着神奇的力量 一架飞机难生 当别人跟我说一件无聊的事情 我手里恰好又有一支笔事 我就会试图让它微微贴着我的手指 保持平衡 其本要立转 或者手里有个圆珠笔 我要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瞬间 能听到这个咖啪声 接着我就会闲着没事干的 用笔尖按摩我的大拇指 最后来个火箭发射 我对橡皮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首先会给橡皮打针 其实笔尖不是要戳进去 而测试橡皮的弹性极限 哎呦 怎么真的戳了个多 那我的目的就变了 看看这个点能不能裂成一个缝 橡皮在桌上擦呀擦 不为别的 就是要这个橡皮鞋 来搓一搓 搓成一个球 而且它是有弹性的 变成橡皮泥 或者收集一个很长的橡皮鞋 不能断 不能牵公斤器 你猜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小组居然要合力弄一条长长的 没错 无聊会传染 当年遭的俯改业也是有一手 越接越多 无限多指导干口 当年的课桌都是这样坑坑嘛 OK 那我来给桌子填补一下 我用修正袋的时候 哎呀 又写错了 我真疯怎么还错 我这一次涂的时候 目的就变了 让我看看能涂多少层 还有当年用透明胶带贴错别字 这个用过的部分 就这么自然的存了起来 弄成一个小球 然后这个小球 越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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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垃圾我帮你扔了 哎哎哎哎等等 这可是我的传家宝 尺子能有什么无聊的玩法呢 把它放到桌檐 寻找那个临界点 它刚好掉不下去 拿两把钢尺 这样摆成一个剪刀 然后剪纸 这样施劲点 真的可以剪开 太好玩了 原来我的钢尺 就是这么丢的 有他妈你 钢尺弹性也特别好 上面压很多东西 然后 想想办法干它一炮 来帮我放个小纸弹 真怀念以前的时候 那时候的尺子 不是一个 而是一套组合 然后还能摆出各种组合 画出不同角度 哎等一下 我突然发现一个更棒的组合 手里只剩本书 也能玩去 我不理解 我啥时候学会了这个操作 这样折痕 我不怎么心疼 反倒是下面这种折痕 我比较心疼 所以我会时不时 把它反着折一下 这样这个线就被终合了 没有了 最后 这种书甲 我不知道多少人用过 反正用过的人 一定会拿它 干一些 非常迷惑的事情 这是什么作品啊 当年我们有五个手指 全套书甲的同学 也有夹笔孔 夹耳朵的同学 我真佩服他 贼他妈很好吗 这个啥 手舞阻挡自娱自娱 我他妈 到底应该先追哪一个 关注我 关注我 我这么皮 还不关注我的油管 小后 你 如果你 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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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